李彦秀绝对是国民党最强的候选人 有办法帮国民党赢回这一席 正式宣布投入2024港湖立委初选 共党北市议员李彦秀准备强势回归 挑战民间党现任立委高嘉宇 这一席在2020年是输在李彦秀手上 是上次落选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的 那在策略上在人力的部件上 在空战上怎么怎么帮国民党赢回来 2020年高嘉宇以十二万五千一百三十八票 几下李彦秀顺利当选 如今外游对手现任压力 加上基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欣贷来势汹汹 才拿下全北市第一高票的李彦秀 不到四个月转身投入立委选战 得先打败第一关对手 同样表态要选的有赎惠 我只能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如果说希望说先选议员当作买保险 让选立委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那我觉得这样的决策过程又有一点太权谋了 我尊重他的看法 我服务的脚步不会因为我是哪一个角色 我是不是明代就停止了 港湖内战来迎互打 另一头的新北市第一十一选区也充满火药味 新北市议员刘哲彰挑战现任七连霸的立委罗明才 如果不赶快进行世代交替的话 其实感觉上好像就是一滩死水 没有活力 世代交替是一定要做 但世代交替不是抓交替 如果少了一席议员的话 他是不可以补选不可递捕的 这个对整个战役讲起来是减损的 竞选有什么改变 唯一改变的就是我能扩大我的服务 从世代交替炒到落跑争议 国民党2024立委初选 已经点燃内战隐姓 进行后新朋友周马恩凯 参谋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